一共是12节课 涉及到了36个专前项目 我们的核心就是 一个人即可收到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 或者是你是一位宝妈 或者是想找一个副业等等的 这堂课都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而我们的这套课程 只是属于智囊圈这个机构 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 单线教育这一块的一个 一个个体 比如生意这个主题中的第一季 涉及到了36个项目 我们往下看 这堂课程的定位与介绍 其实很简单 首先是课程的核心就一句话 我们希望这些课程 我们所发掘的这些课程 所实操的这些方法案例 人人都可以操作 它讲究一个小而美 我们不求做大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 细分市场中的 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行业 或者是某一个人群 某一个目标客户 我们把它做钻做透就可以了 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 做什么样的事 也不用夸大 也不用搞那么多序的 所以说针对的人群 就是一个个体 或者是一个家庭 或者是一个小团队 回归到的核心还是小而美 而课程案例的检解方法 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现在按照音频的形式 给大家再录 这是音频听 因为荔枝的特点 更多的是用音频的形式来做 好 但是除了音频听之外 所有付费过我们课程的朋友 我会给你再增加一个视频看 比如说我们中间在讲解的 这几个案例当中 某些案例更好一些 更优质一些 我们要把这些案例给它做成 一个操盘那套方法的 第一步干嘛呀 第二步干嘛呀 通过视频和文字进行复盘 详细讲解每一个的实操步骤 这个部分极其关键 就是你听了 哎呀很嗨 原来还能这么赚钱 对吧 但是怎么做呢 我也可以教你怎么做 但是等你到执行力的时候 你就出问题了 执行力不行 干不成 所以说你可以回顾一下 大家很多人去找了好多项目 很快就能把一个项目利益 但是为什么做不下去呢 这中间就涉及到了 很多方法和工具上出了问题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 提到这个工具的时候 我们将来还会 专门讲这部分的内容啊 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常规的 Word Office这套组件 是常规用的工具 对吧 你要做记录 你要做事情的复盘 翻特图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种 所谓导图等等的 但是像类似于ProSight On 这种的 我们更专业的这种 这种文档性的东西 就像这样的 我们一层一层怎么做 或者是这个 每一个项目的模型 一种导图 怎么去规划 我们更多的会用工具的形式 讲给大家 教给大家 怎么去用这个工具 而课程的服务呢 我们会有 除了我们的 讲师的正常答疑 我们也会邀请 我们提到这些案例的 当事人来讲解 但是他们可能 不如我们这么专业 他们可能 有的是山东的 有的是河北的 有的是这个南方的 这个发音啊等等的 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希望大家理解 因为都是实操的案例 这种情况很正常 所以我们希望实现一个目标 让一个个体 全盘操作一个项目 而这中间的 有一个更核心的话 就是我们所有的项目 所有的商业行为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核心的东西 在哪了 就是在下面这句话上 人才是一切的核心 你要围绕着人的需求来出发 一时住行 七情六欲 喜乐悲欢 他得吃穿 他得住宿 他得出去跑 他得有各种各样的消费 他有各种各样的场景 而七情六欲里面呢 他需要各种的心理上的 生理上的 包括各种的这种暗示等等的 都需要有很多很多的需求 累了怎么办 对吧 难过了怎么办 喜乐悲欢 对吧 这情绪上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不研究项目 这好像有点违背 我们的客人本身是吧 错了 我们不研究项目本身的操作逻辑 那个太简单了 那个根本不难 重要的是要研究这个人 研究人性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比如说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更实际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小孩出生 小时候有一个问题 没法解决什么 我解决呢 不吃饭 对吧 小时候不吃饭 而给小孩买的这种东西呢 母婴类的东西又特别多 所以说这是两个市场 小孩的教育 这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点 好 小学小学 幼儿园结束了 开始考虑这个小学 小学这六年怎么学 包括这个个人的能力拓展呀 各种的这种胎教啊等等 就是说在这个小时候 在12岁之前的所有的东西 这是第一步 12岁之后 我们要考虑初中高中 初中高中就不说了 初中是打高中的基础 那初中这三年 你会学生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每个科目怎么学 那我们就偏向了 在这个教育这一块 好 我们就要教孩子们怎么去学 这个假如说 你没有这些场景 但是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人 是在上初中 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他们有什么爱好 他们是有什么样的热点 这帮人 他们是否追求亚文化 是否喜欢某一个群体 是否都喜欢陆寒 是否都喜欢某些明星 那通过这种东西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他们聚起来 进行一个目标的精准定位 那好了 初中上完了 我来上高中吧 高中这三年很关键 对吧 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说 那好 高一这些科目怎么去学 高二这些科目怎么去学 高三高考怎么办 那么高考怎么办 这个课题出来之后 就会延伸出来一个很关键的点 班级里面都有 比如说一个班级里面有80名学生 前十名学生是什么呢 前十名学生 他担心一个痛点 就是我不知道 我在高考那一天 我的成绩会不会突然间下滑 我平时考第一 但是我在高考的时候突然间发挥市场了 怎么办 这是他担心的事情 二十名到六十名之间 担心什么事 十一名到二十名 六十名之间担心什么事 我总是遇到平静 我怎么分都拖不了 怎么办 偏科 那后二十名学生怎么办呢 他希望逆袭一下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我高考之前有一个招 我能好好的一学习 啪 我能干到全 我能从二百分干到四百分 我逆袭一下 那好 咱们假设这些人都考上大学 大家注意了 大学四年怎么过 比如说 然后不同的专业里面的需求 比如说金融专业的 比如说 这个IT专业的 像听课的这些大家 你们都应该是不同专业的人 你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地方 我是考研呢 还是工作呢 考研怎么考研 而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 比如说我假如说我是做互联网的 我希望有一个做互联网的前辈 给我讲 这个行业到底怎么样的 我付费都行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人的需求就越来越多了 那大学谈恋爱呀 这个情感问题呀 这种自己就在大学创业呀 大学找兼职啊 我这个专业怎么能够从小白到高手啊 就会形成这种不同的这种这种想法 这种要素 那这就是需求点 这就是我在不断的强调了 人才的一切的核心 你围绕了他们的意识住行 就是还是这几句话 研究他们的需求 那咱们后面就不用说了 对吧 你上了参加工作了 职场怎么办 这个行业应该怎么干 啊 然后行业里面的专家的去哪请教 对吧 这就是涉及到不同不同的需求 需求只要有 你的机会就有 简单来说就这么回事吧 好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个东西 我通过一个软件叫做幕布 来大姐 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课程的内容 因为我们要把课程的内容 这个前期的这一块啊 介绍这块尽量缩短 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干嘛的 这个软件叫做幕布 可以看一下 这个最初是我们发布到优酷的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啊 因为和立志的合作嘛 我们想把它放在我们的立志威克上啊 优酷那块可能就不再做这块节目了 大家可以来扫一遍 因为我现在才做的写到了第七期 大家注意是每一集都有三个案例 我们最终是涉及到三六个案例 好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第一集啊 搞错电商的逻辑啊 这是讲电商的 这是小而美的匠人精神的 做水果店的方法 而这种是通过怎么去做这种数据分析 比如说我明确的一个客户的需求 举个例子吧 呃 现在有很多人分享这个儿童不吃饭怎么办 有几个文档 那需要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 你才能够获得 但是你通过公众号这块 你看到这种方法了 哦 这么回事 你懒得操作 那怎么操作呢 那就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简单这么来做一个介绍 这是第一集的 大家把第三集就看成第二集啊 然后大城市的小生意 然后这是地区微信公众号矩阵的 你应该会看到很多地区型的公众号啊 我们老家人怎么怎么样 我们河北人 我们河南人 我们怎么怎么样 会有这种东西 它城市越小 公众号反而讲的内容越集中 怎么去构建这个矩阵 而怎么做地区电商 而怎么做男人的微商事件 这是我们的第二集里面要讲到的这些案例 这么来大家可以扫一下亚文化呀 高手玩金融 中层玩整合 低层玩项目等等的 这种东西的好处就是 全部每个人一个人都可以靠换 它你可以扩大到一个整体项目去融资 你也可以想到就靠这种项目来赚钱就可以了 我们所有的项目所涉及到点的 都可以让你实现一个 每个月最低最低两万左右的收入 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 也有一些线下的项目 我们都会讲到 只不过我们的这个 这个东西没有去讲解完 当然这种工具的使用我们将来也会教给大家 那大家通过这个目布已经了解到我们在讲什么内容了 我好像说涵盖的内容是什么 涉及到自媒体 社群 电商 线下 亚文化 聚焦精准客户 以及小美 好 那我们来用一个思维的一个东西来结束我们整个的一个前沿课程介绍 我给大家讲一个东西 有一个行业是母型行业 对吧 而大家都知道有个儿童营养餐 这个东西很多做母亲的到现在为止没有让孩子吃过 但是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有的让孩子吃过之后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为什么 我给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这是我们在讲我们所有的课程里面需要注意到一个思路 叫做框架思路 你比如营养餐是一个行业 搜索指数是1万 大家不用管这块 这是数据分析的东西 这是我们会在后面讲到的 营养餐这个行业搜索指数是1万 但是儿童营养餐如果占比60% 那么儿童营养餐就可以做 但是注意老年人营养餐就不能做 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 当一个关键词或者常委关键词 这个词占到了这个行业将近一半以上的占比 那么证明这个行业和这个 常委关键词几乎就一致了 你比如说 怕上火这个关键词 那就对应了就是王老鸡 但是现在变成了甲道宝 那都已经被这个词给垄断的情况下 你再去做细分很难做细分了 因为它已经相等了 对吧 而你比如说裙子中的连衣裙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裙子 它没有出现那么多的一个关键词 垄断了整个类目词 那就没事 所以说如果是老年人营养餐占比了60% 那么儿童营养餐就不要考虑了 几乎做不了 这就涉及到需要从大的维度上 大的框架上来做这些东西 做职业思考 基本就这么回事吧 我们前期有大概12节课 一共有12节课 后面还有一个答疑的课程 加上这种东西 我们和离职来合作 推出这堂课 并且这中间涉及到包括我们给大家的 大家是在离职是这么听的复盘 但大家在付费之后 可以免费通过我们的视频来做复盘 包括公众号也会做复盘 把具体的操作方案手法全交给大家 你拿走直接干就可以了 而且千万不用担心说 哎呀你这个方法都传播开了 我用的话别人用的话会不会都一样 不会 不用担心这个事 市场永远做不完的 你说在你说在范利刚这种国家 这么小的国家 可能就玩死了 但在中国对吧 好 讲到这 基本就结束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